上海看No.1 大家好 我为什么追击一点 你好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大家好 我现在在北京南站 我们今天上午出差去上海 我这趟上海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每天都有巨多巨多的事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买首会 马上跟几个朋友吃饭 然后明天我要见我的设计师朋友王满冰 然后周一周二我们都是做带三的活动 然后周三我们就回北京了 非常的晚 我听说去上海的火车现在有一个新 不知道我能不能改上一个新的车 看一看 我赶上了这个新的 So good I was hoping 这个就像飞机一样太棒了 太炫酷了吧 无线充电 是吗 可以无线充吗 全处平的这个 I'm so excited 这完全就跟飞机一样的 但是比飞机要舒服多了 而且还便宜 这个是复兴号 现在证明如果能坐火车 谁去坐飞机呢 这个真的很棒 我一直都在希望这次我去上海 能够赶上这个新的复兴号 才真的赶上了 太开心了 这是我们上海小分队的成员们 Susan和Piara 我今天早上跟Susan用比较早的火车 我们两个都没有洗脸 我们到上海了 来吧 我在家里只能顺着吃鸡饼 和海的吃鸡肉 的人都会加烂 可以看一下 又一道 我们来看一看房间的情况 做一个room pro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walking closet 还不错 虽然I look like shit right now 等一会儿可以把衣服关起来 这个 closet很大很大 不错 这边是卫生间 我的景色怎么样 还可以吧 只能是说 OK 哇好像要下雨的样子 是的电审没名了 这一个超大的浴缸 我很喜欢泡澡 然后shower 这个房间还是蛮大的 还是不错的 看一下 床什么也是ok的 OK I like seeing Regis 静安 这个地点也挺好的 我的view还可以 要是没有这个很丑的 我就好 后面那里也很漂亮 OK 可以休息一下 我今天晚上要去跟我一个 很久没见面的朋友 叫Carol小姐姐 她是资生堂大中华的主管 也是一个又美丽又洒又爽的小姐姐 我们去找她好不好 OK 现在出发去跟Carol小姐姐吃饭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衣服 一个小众品牌的衣服 好看吗 好看吗 舒服 多吃点也看不出来 我现在到了这家新疆餐厅 来美丽的Carol小姐姐打招呼 大家好 她超级厉害的 她是 资生堂集团在中国的高管 我是牛 我是当初采访 资生堂的新疆 与虎虎山上的时候 这是Carol小姐姐 我们两年没见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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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好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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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 这就是羊尽肉 是吗 看着扑点 洋瓣的 嗯 这就是报榻 疯狂 疯狂 这个 lábob so good 这个看起来很低调的 跟他讲是从新疆弄过来的 看起来看 我把这个肉弄上来 所以我就这样吃 现在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家餐厅首先说非常的好吃 大家一定要来叫西国 它是新疆的一个美女如云的 一个ethnic group 是一个族对吧 嗯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鸭鸭童鸭就是这个手术 大家看这是新疆的酒 所以我们不但要支持新疆的棉花 啊这是新疆的红酒特别好喝 而且是organic yay go china 我们刚拍照片去最好看 我真漂亮 对就是特别上镜 特别好 真的 真的是特别好看 真的好看 我觉得你这个妆今天画的特好 其实是我的日常 sexy 这个也是我日常 我日常就画这么浓 对 sexy 哇这是我第一次去设计师的东博士 就是 我穿了一样衣肩 哦 yay 这些封边都是我们的 这张作品 对 帮我看一下这张 这很好看 哦这是周冬雨的 穿的一套 穿另一套衣服 他刚好是疫情期间的一个作品 这是周冬雨穿的晚宾衣服 姚晨 对对对 你的design 哦这个衣服好好看 哦是 哦这件裙子 totally我会穿 等一下 你要试一下吗 好啊 嗯 还有纯粹 这个衣服好好看 这套衣服好好看 这套衣服好好看 是日本的展示 对 太厉害了 这是之前跟Nike的一个campaign 哦对Nike 嗯 这就是古董工作室里面 一般有的样衣间 就方便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设计出来了以后 我就要求板师 我们板师会一个 马上给我电脑打一份板 或者在人机台上这样子追一下 看看那扩形对不对 哦我觉得对了 然后他要马上缝一点给我们看 后面我们会有fitting model 就马上试 就其实做产品一样的 然后我们很多 比如说商务的东西 可能是另外的团队一起去做 这样 你记得你吗 你发质关系 哦 哎 这套是你的衣服吗 是 好看的 我觉得 比如说 这个就很适合你夏天了 对呀 这个超是我的风格 我对 这个对身材的要求都太高了 anothermuse是你比较商业的 我们跟deffle一起 就比较ready to wear 对 我是觉得比如说像这样的裙子就很适合 因为它比较比 都是秋冬 真的好好看 对 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啊 你看这好看 这是那个秋冬的一个 对一个小外套 这样子 很适合上海的天气 这很适合 对 很大的小外套 有点重 那个size 我们一般都是用emma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 我模特我喜欢要 就大一点 这样子 对 看了吗 好好看 好看吗 太好看了 太美了 我很小一点的东西 你应该穿别的 我可以穿别的 好 穿别的 对 其实你穿这个 可以穿一下 打起来 然后下面配这个 太刹的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很好看 这样子已经很好看了 我们把那个T恤配上看 对 配上一块跟裤补一点点 这就可以出门了 对 对吧 对 会打破你平时一种 太美了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平时穿这个的话 我会穿一点T恤 对对 我是可以穿的 哦 是 也行 好看 其实夏天穿 衣服都很好 我很多朋友要穿来上班的了 这个 这我 我可以穿上班 没有 没有人管我 我试试这个 我还是 好 这个就是大爷 很适合我的风格 对 他本来就像你这样的喜好 不畏不畏 我就喜欢 我希望每天都能穿回 我觉得很好 是吗 很好 这个很明天的 他整个把一个人的脸色称得很好 他整个把一个人的脸色称得很好 我就喜欢 我去喜欢 真的很好 超好 这块面料我们就是用塑料瓶回收的 就是这个是那种可回收的 嗯 嗯 然后他自己也能降解 然后比如说刚刚你看到周冬云那条裙子 他是甘蔗提曲目做的 哦 对 对 还没欣慰吗 我从不羡慕的 哈哈 哈哈 这个侧面特别好看 你看你腰线都出来 对啊 看 真的好 嗯 而且还可以这样穿 对 都可以 你试试这一个 哈 这是一个外套吗 这个线 七场 哇 你看 你看 像我穿了个地里 哈哈哈 身体师衣服就是不一样 就是 形跟一般的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插着腰的衣服更好看 就这样子最高起来 在里面当一位model了 身高不够 朋友来做 鼓掌 鼓掌鼓掌 耶 这是我partner 你好 你看看他的眼睫毛还是真好 真好 你快拍一下他眼睫毛 哈哈哈 你拍一下他眼睫毛 简直 就是大眼娃娃的感觉 嗯 就是人家接完鞋毛去这个笑容 那我partner是负责我所有就是 尸体外的 太厉害了 东西 对 我好喜欢你的帽子 哦 anothermiss就是以靠为灵感做的 就是他平时穿的衣服 然后我就把它设计成一个系列 我好喜欢他的帽子很好看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Beret的帽子 看 好我来一下啊 他的帽子 他平时都没穿过这种 没有 这个真的这个我觉得Lucy会很喜欢 这套 他本来就想像关键的东西 对 我自己都没在买 对 哇是那么重啊 对 我觉得我驾驭不了 重了这个 但是好好看啊 好好试一下 是把得过来的 对啊 好好试一下 看 看得到吗 有感觉 看得到吗 好漂亮 很有感觉 本来走是吧 对 这还是长啊 还是长 对我得穿高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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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回事了很多颜色 但是还蛮 还蛮 蛮 这个很好看 可以啊 这样配起来 这个很好看 然后你配一条高刹群 正好 对 很适合 嗯 可以再一看小办公室 再配我 我们去到哪个办公室 对 我办公室 我们以前用摄影子拍的项目 啊 然后 像这个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 natural 感觉 就做目 氛围 包括这个图也是 我们自己弄出来的 真好 对 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思绪啊 宇宙啊 对 那种东西 大自然啊 所以我的设计方式不太一样 我是先自己可能创作一些艺术 嗯 从我的艺术里面提取 再提取 嗯 真的很好看 这个最开始我一回国做的一个非常小的系列 就是我去做上海的一个自闭症儿童的机构做义工 叫他们画画 然后呢 他们画的那些画你会发现它很乱 但是很有才序 因为它是那个 那个是吗 红色的那样 对它是用马毛染色做的 然后我叫它Piati Order 因为自闭症儿童它就是 因为我们观察自闭症儿童的行为 就发现他们很喜欢 in order 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的思绪又是Piati 所以我就叫它Piati Order 因为我一直很探讨各种群体的情绪嘛 其实我觉得包括女性的情绪 当时我之前还做过一个地震的时候 潮烂的人的一个情绪 就是我觉得不同情绪都应该被证实 就是也不要觉得就是说 我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干嘛 其实你接下来就是一个个人的时代 就是应该把这个情绪抒发出来 就是我可能是通过创作艺术 我希望就是说Piati的粉丝们 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渠道 情绪出口 人一定需要有情绪出口 很多人其实他们问我 就是我想问你我如何管理情绪 其实我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 因为我是个非常不善于情绪管理 我一直相信如果一个人的情绪 因为压抑的时间太长 实际上是容易有心理或者生理上的疾病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应该 不要去抑制情绪或者控制情绪 而去寻找情绪的宣发出口 无论是一个最好的朋友 无论还是说你听到 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是积极的反击发声 对还是说为别的群体发声 你都是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像或者艺术创造 这些都是宣泄的出口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自己 一定就是说一定是要很正经的 或者一定有门槛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在家打扫断舍离也行 没错化妆 化妆很重要 养猫猫狗 对对对 这些都是 量想到什么自己 不要抑制自己去 是的 谢谢你 谢谢今天过来 超开心的 我们的办公室 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设计师的宣泄 以后会去看我们的展 看我们的秀 一定一定 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后台 好 对吧 对对 在模特之间穿梭的感觉 然后去拍一个Vlog 版冰的展览 我们真的是 一定要多多支持这种优秀的创业的女性 多支持Chain 谢谢亲爱的 好爱你 好的 Good morning 大家好 我现在准备get ready 去戴森的活动了 然后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take a bath 然后St.Ridges有个特别好的浴缸 我里面放的是那个 Asuta的浴盐 我那个盒子没有打来 是装那个纸里放进去的 这个是Asuta的全天然的瘦身浴缘 我非常喜欢用 我自己用了很长时间了 但脆美店刚刚上架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会排水肿 会让你身体整个紧致一下 这也是我初期优活动之前 最近都在用的东西 然后我现在脸上忽悦面膜 在厂道里面舒适的去泡个澡 再洗头 现在我擦的脸上是Temple Spa 这款Quunch Rejuvenating Mask 它特别好的一点是 就你把它擦在脸上之后 它就是也是 立刻你看Burman Tone 立刻紧敷 然后换敷这种效果 一般这种大型活动之前 我都用一飞单的超级面膜 但是这次我用它 就是因为我泡澡的时候 你不用去管这个时间 而且这款你可以当Overnight 就擦了两个周去睡觉 转身肌肤的感觉也特好 我现在擦上去 出口一点 我最近在上海睡的都不好 床上的枕头我不是很喜欢 Temple Spa家的东西 这个都非常好用 很想去英国试一下他家的搭 我好像应该先把T恤脱下来 还是在镜头之下 正是在去戴森直播间的路上 要关注我们的戴森直播 对关注我们的戴森 这个可能放出去如果 直播完结束 直播完了 我们车已经到了 我们到车里去等Susan 走走走 上海小分队出发 上海小分队出发啦 今天的头发完全没有做造型 到那里吃个 我们造型吃个我做造型 这我的妹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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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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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各位在戴森里面,我一直摸,还有戴森的微信视频,还有戴森微信小视频,还有戴森欢方, 天猫已经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大家一起直播间直播中,大概是我做的第一场,谢谢你们。 我们踩铁的口气和言法的故事。 这谁是什么项子? 我们家的项语言天主。 真的吗? 您知道,原来就您对您太年轻了都不知道。 怎么我,怎么我呢,您知道我多大吗? 我长老华。 那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是四老年。 这长远是我表哥。 知道知道。 开心吗? 那我太知道了,我是沈腾吗? 好。 我今天晚上主持任务结束以后,现在去我学妹Catrina的酒吧去玩一下,一起走。 这个地方叫BarChange。 它是经过一个幸福。 这样是极脆的。 ChangeBar在这儿。 Hello,Catrina。 哦,是的。 Oh, it's pretty! So good to see you! 我是弄那个金融风格的。 你看这边它其实就像是上纽约的。 哦,这个Belt。 第一个威士忌的Belt。 对。 然后我昨天用的是那个Opening Bell的那个Belt。 它是有小锤子的。 Catrina是我B思路的学妹。 也是一个又漂亮又totly又成功又撒的小姐姐。 她是婚礼你拍过的。 对,对,对。 她的婚礼我拍过。 然后你还上过一个Belt是我们的那个, Remember Halloween? 我们在香港。 对,对。 那天我超级的。 就出来之后我就躺在那边。 我看得很俊正。 大家在上海一定要来BarChange。 一定要在这边玩。 我们是上海湾No.1。 上海湾No.1。 而且这特别有意思是你要通过书店进去。 就是有点像欧洲的美国D90时期的那种风格。 大家一定要在这玩哦。 然后带你们看一下包接我。 好,我去看包接。 这边呢,其实藏着三号街。 就好像一个Belt。 是。 这边很像一个就是那个金库。 因为这个楼叫Blackstone Apartment。 它始建于1924年。 是一个100年的老楼。 然后当时是上海湾名国最盛华的公寓。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一整个建筑。 是当年。 是不是在这喝酒的人最后都穿富豪。 是。 是。 我这边设计的酒柜。 其实这都是客人的酒柜。 然后呢你可以在上面放名字或者放编号。 然后同时呢我们是模仿伦敦那个private club。 就是你有什么东西不方便寄到家里。 你还可以寄到你的柜子里来。 你自己有把小锁给你开。 对。 就会非常有趣。 然后这里面藏了两个包间。 哦这里就藏了。 对我先带大家看这个。 哇这个是一个包间。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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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小包间。 这是一个小包间。 然后呢做的是西方的风格。 是100年级西方交易所。 然后这里面全都是我老公收来的那些老摘券。 哦。 从1830年到这个90年。 19多少年初期。 全都是他喜欢那些公司。 哇。 就真的是一些金融票区。 然后这边呢。 在我们的时间呢。 Bank of Egypt。 对啊。 都是很老的一些东西了。 他从哪儿收你来太多? 他去好多地方。 他收了好多小股东的东西。 这些细节都很好。 然后这些是我们自己的那个logo的一些coin。 就是金币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一间大家有没有觉得像Billions里面的某一季。 很像。 他说就是dirty deals必须要在金库里面谈。 因为你本身的那个消音啊信号会很差。 所以呢就传不出去秘密。 传不出去秘密。 然后呢另外一间包间我给大家秀一个更加神秘的东西。 这红水。 这边盖上之后它其实密封性很好。 然后我们这边藏的一个。 哦哇! 这是一个中式的包间。 我这个包间啊。 对。 哦这是一个中式的包间。 一个是一个中式的。 当时就是这一间是风水特别好。 它叫蒜盘一小黄金万两。 当时一百年前中国人做生意就全靠蒜盘。 对。 所以呢它就是完全一个中式的包间。 然后这个是雪茄桂。 然后呢这边它就是喝wissi。 有诗有喝。 有雪茄。 有雪茄。 还有私立行。 上海的那些进入人士,你们知道下班一包去哪儿。 对。 我们这儿绝对是来找Catrina。 那我们就坐在这间吧。 你看这个菜单就做得像Wall Street Journal一样。 我们还有不同期。 这应该是第四、第五期了。 The exchange news, the legendary decade. 我们看看1920年。 对。 它这个酒单是作为一个复古的老报纸的样子。 嗯。 然后上面介绍了一个就是关于1920年时代的一些场景啊故事。 嗯。 乔哥又不用紧张。 乔哥又不用紧张。 乔哥又有镜头去了。 给他打马。 给他跑了。 你又走了。 你看你颜值这么高。 是啊。 对啊。 回家了。 一个多星期没见小娃。 这是我离开小娃最长的一次。 好。 对。 私 brings来。 妈妈回来了。 妈妈。 我找到妈妈. 看妈妈。 妈妈。 妈妈。 看妈妈。 看妈妈。 妈妈。 妈妈。 妈回来了吗 开心吗 妈妈 开心 开心 妈妈你想妈妈了吗 先告妈妈 这些玩具给你寻上 你先买了 小桌子 小椅子 我们还有那小三轮 是吗 给妈告妈妈 老爷 老爷 要看猫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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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你妈妈你在干嘛呢 我们俩正贴纸 贴得可好了 宝贝 妈妈太想你了 妈妈太想你了 以后我带着孩子 我听话太想了 孩子可以想你 天天 妈妈 你也一醒 妈妈跟妈妈 妈妈回来了吗 妈妈回来了吗 妈妈 妈妈回来了吗 妈妈回来了吗 跟妈妈睡了 不跟妈妈睡 跟谁睡 跟妈妈睡觉 不知道以为现在睡觉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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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